看到民眾主要展現熱情 市長自己扮母雞 替藍營立委參選人衝選情 但在基隆這裡要選贏 民眾黨要不加一左右佔局 讓民進黨能夠不夥伴 讓我們國會能夠有監督的功能 我認為這是很重要的 希望在基隆有一個機制 讓藍或白能夠有一組的候選 立功秘書長也是非常優秀的同志 我也常常跟他請益 畢竟基隆立委一席 處在抗衡綠營民眾黨前秘書長卸立功 也很積極 但據了解黨主席柯文哲有意勸退 無非對藍營釋出善意 我選過兩次市長 是我自己對地方熟悉 其實在基隆是非常有勝算的 黨中央只聽到少數一兩位的分析 他是不是完整的 有相關的一些選將 他是有意願來參選的話 我們也會希望他是可以來 配合黨中央這邊的一個 整體規劃安排 言下之意就是要候選人別只顧自己 如今長年研究台灣政治的 日幾歲的小立元星星就分析 有人認為在野兩位參選人聯手 就能擊敗民進黨 但這不是單純一加一等於二的問題 且現階段 柯認為藍白和不可能 但又不明說 讓藍營覺得藍白可以和 這樣泛藍選票就會流到民眾黨 何況像在台中第一選區要挑戰綠營 地方實力雄厚的蔡奇昌 代表民眾黨的蔡壁如就傳出很有可能或藍營 禮讓 團結所有可以團結的力量 來挑戰這個台中的綠牆區 挑戰這個新潮流 我想這是對我一個很大的一個使命 那這幾天在台中看起來藍天白營 我想是還不錯的 覺得打不贏就讓製造藍白和的想像 背後各有盤算